用那個直接全部存VVA 就是你什麼都沒有錄製 你直接用什麼 直接用那個 VVA來撰寫的話 可不可以啦 不過你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會有三種回圈 外面第一個回圈是 工作表回圈 第二個回圈是 列回圈 第三個回圈是 藍回圈 也就是說呢 在哪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哪一列 列的哪一欄 抓到哪個地方去 如果你全部都做完之後的話 然後他就會全部幫你把它全部跑 不過這個對各位來說 如果你對回圈不是那麼熟的同學 可能會頭於腦脹 因為一下子三個回圈 一個回圈就已經 頭於腦脹了 更不要三個 但是給各位參考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Ctrl C 然後一樣的方法 直接怎麼樣拿到這邊來 那我們一樣在開發人裡面 直接把它先貼上看一下 那基本上做完的結果 應該都會跟之前的 應該差異不大 這個先清除掉 然後我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按A58 一樣是切到第一季 一樣是放在A2 然後呢 這個地方回圈的範圍 第一個是哪一個工作表 就是第一個工作表到4-1 總共幾個扣到總表 第四個沒有 然後呢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呢 不需要切過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I 2到 這個S現在是E 所以呢 不需要切過去 直接呢 透過什麼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告訴他 哪一個工作表的 哪一個儲存格了 所以不需要切過去 我就知道說 它總共呢 因為這個S一定是先從E開始 那第一個工作表 那我去抓到它的第二列的 因為我不知道第幾籃 然後往下 OK 往下 第一 先去抓哪一個呢 先去抓這一個的 這個 然後再抓下一個 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一個一個 抓到哪裡呢 抓到這邊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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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過來 那對應的關係 其實就是後面這個 就是把什麼呢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Sales IJ 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四個 實際上就是第一季啦 或者你這個 是可以改成第一季 哪一個呢 一樣的位置 可是這裡的話多一個R R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記錄 你第一個工作表 它總共有幾列 因為你要往下 所以這個R指的是 第一個工作表 它總共有 為什麼要減一呢 因為上面有標題 所以要扣掉 然後呢 第二個 要把它累加 它就會自動往下 所以這個地方 我demo一下 給各位看 直接全部執行過 有沒有 全部呢 通通跑完了 沒有問題 那底下 因為可能是格式關係 剛剛可能沒改到 所以它 直接全部都下來了 那這個做法 不是錄製去 也不是貼過來 它是用對應的關係 直接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 往這邊 然後直接摳過去 一直摳到最下面 然後會記得什麼 它最下面的這一列 31-1 為什麼要 因為它上面呢 有一個這個不能算 那個R就會是30 那30的話呢 它將來會往下嘛 30 那就是從那個 這個位置開始 它就繼續這樣 在第二個工作表 第三個工作表 以此類推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稍微比較複雜一些 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再把這個部分稍微了解 上面我都有加上那個 就是我的那個註解 OK 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 什麼資料 怎麼去串 我想很快應該就可以理解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你會想說 那老師你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 也還是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將來 用在什麼呢 用在那個insert into 比如說我要把某一列的資料 放在資料庫 用這個方法會比較OK 因為你貼上的話 可能你要貼 可以貼過來 但是沒辦法貼到資料庫 PASS可以貼到這邊 所以 還是有它的那個使用的時間 那後面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繼續看那個 有關資料庫部分 那資料庫部分呢 我們之前上個禮拜有講到insert into 所以insert into也許我們就略講 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增加 這個下面有一個叫什麼 查詢的 那什麼叫查詢 就是如果我今天呢 我把資料庫的資料 資料庫裡面 就是所有的資料都搬到資料庫裡面 那我這邊是清空的狀態 也許很多人一起會過來 那我會到那個資料庫 那我希望呢 把那裡面的資料 資料庫裡面 再搬到esale裡面來喔 上個禮拜是搬過去 現在是搬回來 而且是全部搬回來 那要該怎麼做 其實最重要的 不外乎什麼 一樣是seql 第二個的話 那seql喔 特別重要 這個是用slate 上個禮拜是用這個 slate 所有的欄位 from第一季的這個資料表 上個禮拜是什麼 insert into 是放在 就寫過去了 那你就全部把資料都 撈過來 然後再怎麼樣呢 直接就把它用一個方法 叫copy fromrecorset 它就可以把資料幫你把它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你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怎麼做 我想我們第一個 一樣 先把 這個不用關 直接就是先縮小 開啟什麼 ss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先把那ss先打開來 然後做一件事就好了 就是怎麼樣 先新增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的話 我們也許叫做什麼呢 我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之前給它取一個名稱叫做 問題零四 配這個好了 問題零四 ok 然後 先開起來 我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跟那個資料 我們的範例檔案 放在同個資料 資料夾裡面 記得我是放範例 把它直接確定 再來按建立 ok 再來做什麼 一樣用匯錄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 外部 匯錄資料在哪裡呢 一樣在桌面上的那個 我是放桌面 翻例檔裡面的問題零四 這個 然後 我看一下問題零四裡面 我有沒有匯整 這個先清掉好了 重新再匯整一下 我們這種方式匯整 那 假設 假設我這樣匯整 那我希望呢 可以把這個資料呢 全 用這個好了 匯整成這樣好了 ok 好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第一季呢 放到那個 我的 SS裡面的話 就直接按確定 再來怎麼樣 第一季 我把第一季 你會發現這個日期 現在是正格式 下一步 第一季的是不是哪一名 是 下一步 再來呢 這個也是下一步 要不要組索引 不要好了 因為資料量很少 我要看下一步 好 這個我們匯進來的 就會是第一季的這個資料表 所以我們剛剛就建立 在SS裡面建立什麼 問題零四的資料庫 裡面匯錄了一個第一季的什麼呢 這個資料表 那我們等一下練習什麼 按完成 這個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第一季裡面呢 就會有我們的 這個所有的 剛剛第一季裡面的那個 這個這個 總共90筆的資料 那等一下 我們其實主要練習這樣 就是清除資料 那剛剛是 按一下它 從前面這邊整合過來 可是 我們等一下是 直接從資料庫裡面 放過來這邊 因為 因為我們主要是練習 上個禮拜沒練習到 上個禮拜有 過去啦 所以如果說你要再練習說 把資料放到那邊去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啦 比如說一月份 有沒有辦法一筆一筆音色過去 當然可以啦 這個可能你自己再去練習過 那如果說我今天清空之後 我這邊會增加一個按鈕 也許是工作表 整合 也許是來自於資料庫的 按下去 從資料庫 幫我把資料 放到這邊來顯示 OK 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請各位先建一個 那個資料庫 名稱叫問題零四 再利用那個 匯入的方式 把那個問題零四裡面 你剛剛匯整的 第一季裡面的那個 資料 直接匯入到那個 我們的 SS裡面 裡面會有90筆的紀錄 那我們等一下 可能就是練習很簡單 其實主要就是說 如何在Excel裡面 快速的利用那個什麼 SQL語法 和ADO 幫我去連結資料庫 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全部 通通都 匯入到Excel裡面 不管多少筆啦 當然將來你也可以 去做篩選的動作啦 不過這裡的話 我們就先不篩選 反正我需要的就是說 把剛剛我匯到 資料庫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幫我撈回來 那因為也有可能 就是說將來 資料庫 他們都是大家共用的 也許你每個人都匯出了吧 反正我通通 所有人都集中在資料庫 那如果你要撈 所有人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 我們這個方式 就可以直接在Excel裡面 直接去撈資料庫的東西 直接去撈資料庫的東西